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 肖战的T台秀,让我看到了他六年来的成长与蜕变。 经过时间的沉淀,经验的累积,让一个青涩的男孩, 变成了一个充满正能量,充满阳光魅力的男人。 我们认识设计师肖战,歌手肖战,舞者肖战,演员肖战, 今天我们又认识了肖战的另一个身份,模特肖战。 之前已经有消息说肖战会在9月7日出席李宁的现场活动, 但是任谁都无法想到。 竟是以肖战走秀的方式空降而来,虽然是云走秀, 虽然只是几十秒钟的片段。 但已足够惊喜震撼,让广大粉丝惊叫连连了。 肖战的第一次现场走秀以全新的造型亮相, 两套秋冬潮流服装仿佛长,在他身上一样,气场全开。 他踏光而来,如黑暗中唯一的光, 他气场满满,给予了小飞侠心灵的最强音。 他自信潇洒,手一挥一台,竟有一种帝王之气。 这个夜晚,注定属于肖战的夜晚,不止于帅, 他身上还有那么一种若隐若现的少年感。 高冷中透出一丝纯净,纯净中又有一些倔强, 就这样一步一步走进了小飞侠的心中。 也圆了无数小飞侠的梦,让他们沉醉于这个春风夜晚。 从歌手到演员,肖战这几年来的变化真的很大, 不断解锁新的身份,成长也有目共睹。 还记得2016年肖战刚出道在燃烧吧, 少年里第一次拍平面时,那时的肖战就是一个素人。 整个人都是萌萌的,脸上有难掩的稚气与青涩, 对镜头还不太喜欢。 表情管理也没有现在这么到位, 其实就和你我普通人第一次拍的状态相差不大。 让我记忆犹新的是, 舒淇曾在2016年是说肖战的眼睛很大,但是无神。 并在后面的几期节目里一直训练他的眼神。 但是看现在肖战的眼神,犀利、清冷, 与世无争,细细长长的眉眼, 看上去还有些思问。 又有一些捉摸不定的闪光, 还有我喜欢的星辰大海, 会让你忍不住去想象这个男人背后的故事。 肖战懂得自己去珍惜, 自己努力, 如今的他已经焕然一新, 在舞台上T台走秀简直就是行走的超模。 收放自如, 要目逼人, 星光异役, 这是坚持带来的成长与蜕变。 这是六年以来点滴星光的积累。 这是用努力与汗水一步一个脚印突破的自我。 坚持还挺重要的, 没有一件事情一步登天。 所有的结果都有积累的过程, 积累就是要坚持。 可想而知, 经过时间的沉淀, 经验的累积, 让一个青涩的男孩, 变成了一个充满正能量。 充满阳光魅力的男人。 时光虽轻描淡写, 但每一笔都浓墨重彩, 让我们一起做温和而有力量的人。 踏着光, 一步一步走向更高的地方, 共赴美好的未来吧。